台北市生育獎勵金發放辦法修正 生得第一名子女加碼到4萬元 發放金額為全國最高 期盼藉此提升北市的生育率 台北市政府成立人口對策委員會 跨局處整合關於人口政策的規劃 就是第一胎4萬 第二胎4萬5 第三胎5萬 然後尤其是第一胎4萬 是獨步全台灣 也就是全台灣最高的生育獎勵金 就是鼓勵我們的市民朋友 能夠勇敢地居住在我們台北市 然後求學 就業 包括就養 包括能夠在我們台北市好好的居住 第一個是我們在都市更新 我們提高我們都市更新 這個容積獎勵的係數 來增加捐贈社債的入圍 第二個是在都市計畫的修法 我們提出來在武館80條2的修正 能夠將合理的開發力的 能夠讓我們的建商也能夠來捐贈社債 第三個是我們在TOD的計畫裡面 我們也有增額容積的申請 增額容積的申請它的條件就是 你要有相關的回饋公益設施 包括社債 我們有這三項經濟計畫 來持續的增加社債的數量 其次我們對於我們的社債 育有二胎的家庭從零到六歲都算 只要領有媽媽這個媽媽懷孕 領有媽媽手冊的都可以申請 零到六歲兩胎的家庭 我們就可以優先入住 那我們是採取加簽的方式 也就是說它有這個中簽率兩倍的方式 來入住我們社債 那我們這次提出了友善的托育補助來講的話 其實基本上來講我們是補助在準工的部分 那受益的人數大概高達到五千兩百名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準工保姆 跟我們準工的施貨 其實當我們加碼了一千之後 那一個月一年來講至少是一萬二 那我們的一個家庭的一個負擔 家長負擔就可以從保姆的部分 可以從原來的七千到八千五 可以下降到六千到七千五 而我們的這個準工來講的話 在整個一個施貨也可以從一萬下降到九千 好 下一頁 那我們你看 除了這個所謂的讓大家能夠幸福感之外的話 那最主要的是我們的一個評價的托育 所以我們的公托要81家 近年來不見到103家 而品質的部分很重要的是 我們平常其實師生比的話是1比5 我們這一次要下降到1比4 讓每個孩子都妥善地獲得這個整個的一個良好的照顧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親子空間 這個爸爸媽媽可以帶孩子到我們親子空間 來這個享受我們的愉悅的一個生活 所以這個育兒友善家園的話從12家 那另外親子館我們目前也有12家的部件 未來在我們廣次會有一個大型的親子館 那也即將在六月會開辦 那另外的部分 我們臨時的臨託服務的話 也會從所謂的這個四處 目前四處我們逐步地在後年會增加到11處 那最重要的是臨託的服務晚上的時候不用擔心 父母親也可以小小的這個休息一下 用個晚餐再回來 那這個臨託的部分上可以到晚上8點 那這個新方案我們總共會分三個等級 那最高一個學員可以輸到五萬五千里 那我們實施的時間是今年的8月開始 對象是五十六月二到四歲的六合 而且稅子台北市 那還有家務所得稅 稅率會打百分之二十 那分三個等級的話 第一個等級是收費比較低的一位元 就是它收費在七千兩百七十六元以下的 那大概扣子中央的今天之外 所有的學費的差與我們的補助 第二個是月收入收費在七千兩百七七元到一萬一千兩百七十六元的話 我們一例都補助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元一個學型的補助費 那另外呢在月收入在一萬一千兩百七七元以上的補助費 因為有收費比較高到三萬多 所以呢我們這些補助呢 遇到他們收費的金額不同 而補助的金額呢也會有些增加 那最低的話會從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一元 補助到最高兩萬六千元大概是一個學期 那也就是說一年最高會補到五萬兩千元 台北市出生人數從一百零四年起逐年下降 到了一百一十一年降至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人 為了鼓勵市民勇敢生育 透過生育獎勵金多元新辦社宅增量 提高入住社宅機會 友善托育補助取消稅率限制加碼 及私幼輔助等方案 提供多元的社會環境支持 實質幫助家庭育額 希望不只是鼓勵生育 也讓年輕爸媽在未來養育的過程減輕負擔 甚至未來居住 我們讓大家可以無後部之憂 能夠在智商打拼照顧好家庭 所以生育獎勵 我們基本上從現在第一胎的兩萬 提高翻倍四萬 然後第二胎四萬第三胎五萬 第二個我們對於居住社宅育兒 我們也讓年輕爸媽 如果有0到6歲的孩子 兩個孩子這樣的小家庭 我們提高他的重簽率 兩倍的重簽率 來讓他們優先於其他類別 可以入住社會住宅 同時我們也加碼 對於0到12歲 如果有這樣子的孩子 有一位我們租金就減少1000元 三位就減少3000元 第三個層次 對於托育 托育的部分我們社會界規劃 對於準公共 不管是托英或是居家托育 我們讓年輕爸媽 可以增加1000元的補助 但同時我們也把量能提高 從現在的81家提高到102家 同時我們品質把它精進 也就是我們把照顧比 從1比5降到1比4 第三我們也希望 整個支持家庭的網絡更加的健全 所以包括剛看到親子館 育兒友善園 目前各12家 而在今年6月 我們有一個旗艦型的網絲 這個親子館就要正式的開幕 那第四個層面 我們也會增加我們的零托 從現在四處未來會增加到11處 那第四個 我們剛談到幼兒教育 我們特別在今年下半年 我們開始也就是每一學年度 私立幼兒園的補助提高到5萬2 我想這個是我們對於年輕爸媽具體的承諾 那其實在一開始直到華萊一雙胞胎的時候 其實滿錯愕的 因為它其實顛覆了我跟先生人生的規劃 那我們其實像剛剛陳局長講的 其實我們一開始不太敢生 所以我跟先生其實都討論過 我們要不要減胎 那當然後來 因為養三個孩子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當然後來還是決定兩個 都要把他生下來 那長輩都會說小朋友出生的時候會自己帶財 那除了這次一出生就可以領到台北市的 九萬五千塊的生育獎勵金 那其實也是小孩出生之後 我們父母自己本身就會做不一樣的規劃 那所以我們會妥善的處理這筆錢 那其實我覺得在小朋友出生在台北市 政府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台北市是一個有 我們有一個很充裕的很晚善的育兒措施的地方 那當我們知道台北市有一連串的生育措施 做了我們這些父母後盾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謝 那畢竟以一個雙親家庭來說 有一個友善的主場還有晚善的脫育環境 真的是很重要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為了照顧寶寶就是如果要請留停的話 就是會減少收入 那真的很慶幸就是台北市有這個生育獎勵金的加碼補助 就是讓我跟先生有就是減少了很多負擔 我們家的大寶現在是在非伊利歐兒園 那就是也是謝謝政府的補助 那就是有台北市的就是育兒的加碼補助 真的能減輕家長很多的負擔 那就是非常期待市政府催生助養的決心 就是能推出更多福利就是幫助我們這些台北市民 市政會議21號審議通過 台北市生育獎勵金發放辦法修正草案 今年4月4號以後出生的新生兒 都可以受惠新規定 記者溫君台北報告